在2008年的8月份 天气非常的炎热 在重庆俄岭正节 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 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工 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声 周围的人都听到之后赶过去看 只见一个工人手里 拿着一些瓷碗碎片 虽然是一些碎片 而且上面装满了泥土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 瓷片上面有非常精美的花纹 显然这个工人可能是挖到了古董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竟然无意中挖出了一座特殊的古墓 工人们看着这碎片不简单 于是连忙就告知了公投 施工队的领导猜测 该地可能存在古墓 于是立马保护了现场 没有再继续施工下去 同时通知了当地的相关部门 文物部门的专家在得知消息之后 马上就赶到了现场 经过勘测发现 该地确实存在一座古墓 于是立马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工作 在专家的挖掘过程中 先后发现了几处盗斗 可见古墓曾经被盗墓贼盗绝过 这让专家的心凉了一半 猜测里面的陪葬品可能被洗劫了 但是仍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继续挖掘 当他们进入到墓室之后 里面果然空无一物 陪葬品被洗劫一空了 只剩下了腐朽的木棺和几根尸骨 整个墓室规模并不是很大 专家推测是一座清代古墓 可能是一个平民墓 墓室也只有2.4米长 宽1.35米 高1.3米 而且墓室里没留下什么陪葬物 所以并没有多大的考古价值 对于这样的结果 专家也比较失落 正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 一个考古专家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开始围着墓穴转了起来 并且在墓穴的墙壁上开始敲打 好像是在寻找什么机关一样 让人惊喜的是 它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发现 这座墓室的墙壁 是用瓷器堆砌而成的 大量的瓷碗一个堆着一个 堆成了一座墙 所以施工人员才会挖掘到瓷器的碎片 对于这个发现 考古专家还是比较高兴的 于是开始清理起这座墙 随着不断的清理 这座瓷碗堆成的墙的模样显露出来 既然是由两千多个青花碗堆砌而成的 秋木的人利用糯米浆和三合灰 将这些瓷碗一个一个粘合起来 叠成了拱形的墙壁 显然这座拱墓是一座特殊的碗墓 而且这些瓷碗不是普通的碗 而是青花盐白瓷碗 墓主人选择用这些青花碗来砌一座墓 可能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会有碗墓这样的特殊的墓葬习俗呢 在明朝时期 我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墓葬 大多数都是沿袭旧俗 只是在墓箱里配上一些值钱的东西 等到了清朝年间 在川东及重庆地区 慢慢地出现了这种新型的碗墓 很快流行起来 这些碗被粘合得非常牢固 想要完整地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 专家决定对这座坟墓直接搬走 这样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毕竟是用糯米浆和三合灰制作的水泥粘合在一起 粘得这么牢固 如果分开的话 这些瓷碗可能都会受到损坏 所以把整座墓直接搬走 才是最好的办法 既可以保存好这些青花瓷碗 又可以做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一举两得 但是将这座碗墓整座搬走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专家们也是花费了大力气 才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比考古研究而言 这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毕竟考古研究才是最重要的 重庆发现了这座碗墓 不管是了解当时的瓷器文化 还是进一步了解清朝的墓葬文化 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当时的考古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要知道 如今的青花瓷碗是非常珍贵的存在 更何况是两千多个青花瓷碗堆成的墓葬呢 除了这座碗墓之外 2005年在我国的四川达州市 就出土过一座非常惊人的碗墓 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瓷碗堆积而成 足足用了八千多只 每个瓷碗上面都沾满了柚 底部还有鸡心眼 内外都会有青花蓷枝花卉图案 从这样一个豪华的碗墓就可以看出 墓主人非富即贵 这八千多只瓷碗放在现在要价值好几个亿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存在 近几十年来 我国很多古墓的发现都是偶然性的 很多古墓的类型也是各种各样 专家在考古挖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文物 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些古墓的存在将历史的文物流传下来 是我国研究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